就是會在課堂上攻擊我 對 然後大家都聽得到那一句 好過分喔 後來我對交朋友就有一點隱隱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跟朋友相處 後來跟你們變很好 我覺得是一件很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很辛苦 然後我就是 就是高中時期 就是也有經歷不好的時候 我會希望告訴自己就是 不要害怕 就是勇敢 就往前走就對了 這不是白河潤兒嗎 歡迎來到北河 北河 你們是不是聽不懂台語 我可以啊 北 北河 北河 我是北河 我家鄉就是一個 起床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 然後可以聽到很清澈的鳥叫聲 安靜的地方 對 如果想要度假 或者是逃離一些比較 太繁華熱鬧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我家是一個 蠻好的度假選擇 我跟你講 這間冰店 對 只有四十幾年的歷史 所以我從小到大 都在這邊吃冰 看不出來 好可愛喔 爛爛的 這直接放一個布丁 它就直接放一個布丁 沒錯 妳也是 裹的是草莓牛奶 然後它應該是草莓果醬 對 草莓果醬 這是一個很棒的完美的搭配 妳看這個 這個好可愛 滿滿的芋頭跟紅豆 而且紅豆有夠大顆的 它的芋頭感覺就是自己煮的那種 對啊 我超愛這種 妳已經開始吃了 怎樣 我跟你講 妳先盛這裡的就是清冰 我先吃清冰是不是 超級好吃 我知道我小時候回憶的味道了 第一次叫我們吃清冰 我吃一下 真的清冰很好吃 有沒有 妳懂嗎 就很香蕉味 對啊 不是香蕉味 哪有香蕉味 我跟你說這一定是蔗糖味 是嗎 我覺得很香蕉味 是我味覺有問題嗎 妳味覺有問題 有一個香蕉味 就是很清甜的味道 對 就是清甜 然後我們以前都是都只吃這個 然後沒有加任何的料 是不是就很好吃了 清冰就很好吃了 我覺得我的很好吃 我的也很好吃 厲害 而且妳不覺得很便宜嗎 它這樣一碗才35 超便宜的 25 妳的才25 我才25 而且我的是有草莓 又有牛奶 對啊 很厲害耶 這家很好吃 而且超多人 對啊 我今天為什麼來帶你們吃這個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所以我平常有時候回家的時候 家族聚會都來這邊吃 因為這邊都是人多 可以點很多菜 然後大家又可以在這邊聊天這樣 那是你們白河人的就是餐館 那種大 嘉義也蠻多人會來這邊吃的 因為這邊其實算介於 嘉義跟白河的中間 中間 但它其實是白河 它的地址是其實白河 它的地址是白河 可是其實很近 都很近都很近 所以就是你們的一個 算是一個可以聚會的場所 對 而且其實蠻日常都會來吃的 為什麼你們的日常吃這麼好 有很好嗎 而且不是 很便宜啊 對啊 很便宜 對 很便宜 大家分下來 我們剛剛看有兩個人合餐 八百塊 對啊 你看 所以我才帶你們來吃這個 好吃又便宜 分享你們 你的日常這樣 對 分享我的日常 平常都會來吃這個 然後有時候可能吃一吃 就會外帶半隻雞回家 對 那也可以外帶 可以帶回家吃 然後又可以吃好幾天 對 吃好幾天 沒有節省 對 我可以回飯店也吃 我等一下帶回去給我阿嬤吃 好 可以 阿嬤可以帶給我阿嬤吃 阿嬤可能很久沒有吃了 對 都沒有來回來陪她 沒有 我阿嬤行動比較不方便 所以她也很 不想要出來吃飯 對 好 等一下包一隻雞回去 那你請 我來台北奮鬥最想像的時刻 應該是節日的時候 對 像端午節啊 或者是 吃湯圓 像吃肉粽 這種節日 我阿嬤以前其實都會備好 就是 該吃肉粽 她就準備肉粽給你吃 然後湯圓她就會煮給你吃 但是因為我現在一個人住在台北 就什麼都要吃外食 就 會很想念有阿嬤的時候 然後以前在家裡 其實阿嬤也都會幫你做好好的 譬如說切水果給你吃 然後她擔心你穿得不夠暖 或是幫你洗衣服 但後來發現一個人去台北 什麼都要自己來 沒有 沒有聽過泥漿溫泉嗎 有啊 可是從來沒泡過 沒泡過 你也沒泡過 沒有 這裡是關子嶺 泥漿溫泉是關子嶺的特色之一 對 來了一定要泡 來了一定要泡 你看 我帶你們吃湯圓吃完之後 來泡溫泉 是不是很舒服 現在都流汗了 看到了 你很流汗 但是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超喜歡泡溫泉 妳小時候應該就泡溫泉 19歲 那妳那時候應該是 高中的話其實還好 因為妳也知道 就是我是一個很悶騷內向的人 我不會主動去跟別人社交 然後而且我高中讀的是美容科 我競爭對傳讀 我那時候的美容科只收女生 我覺得我有一半是因為被排擠之後 所以出身會又更悶騷更內向 更不會去外面交際應酬 對 所以被誰拍照 就是我們搬上的女生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做美髮 我們是那種技術嘛 然後我們都會比賽 就是有時間 可能捲頭髮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搬上第一名 你看 他長得漂亮 然後成績又好 然後又不跟人家講話 我剛被排擠 對 所以我最討厭 他們的牌子很可怕 是真的會讓你心靈受創的一種 因為那時候是即時通年代 然後他就會創一個即時通的群組 然後他就是會 大家都在裡面罵你這樣 然後而且在課堂上就是老師還沒有來 然後妳都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被加進去 妳被加進去 妳被加進去 他在裡面罵我 好沒品喔 對 然後而且他們有 就是有那種就是在課堂上 然後老師都還沒來 然後就是很安靜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就是這種女生搬起 裡面會有幾個帶頭的大姐 對 然後就有一群這樣 然後那些比較乖的學生 或者是平常就是 其實也沒有對你不好的學生 他們也不敢反駁他們 就盲目跟隨 對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會在課堂上攻擊人 因為我的名字很像雅韓 就是可能韓會有一些比較色情的名字 有 對 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用這種來攻擊我 就是在課堂上 就是開名字玩笑 對 然後大家都聽得到那一種 好過分喔這個 對 然後開名字玩笑很過分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我也不是就是 我也不是可以開得起玩笑的嘛 所以就是 反擊人心 我就把他那個罵我的話 就即時通過都截圖下來 然後我就 我也沒告訴我們班導 我就直接去找教官 我說教官 我這樣可以告他們嗎 喔 妳好厲害喔 然後後來 教官就說可以啊 可是妳還是先 就是讓我們班導知道這樣 然後後來 對 後來我就讓這件事情 給我們班導知道 然後我們班導就說 他要去跟他們個別輔導這樣 然後等一下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本來要轉學了 就是我後來 已經做好要轉學的準備 然後要告他們 所以妳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我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這麼嚴重喔 對 然後 因為那個心理很不舒服啊 壓力很大 然後然後 然後後來老師就是輔導完之後 他們都不敢再做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妳是不是反擊人 我後來 我怎麼 妳要一個堅強的心 還是是因為被欺負過 所以變得很就是 就有可能 很會捍衛 個性變得很獨立 然後就是 很懂得怎麼捍衛自己 對啊 然後後來 我對教官就有一點隱隱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跟朋友相處 嗯 我很容易自己會有尷尬 就我覺得跟你們 後來跟你們變很好 我覺得是一件很 非常非常 神奇 對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 而且妳看 妳們這個小圈圈妳知道 就是我們來同個領域 對 會有競爭的那個感覺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就是都不會有這種 互相想要競爭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都希望對方可以很好 就是是真的 真心的朋友 希望我們 我們的友誼就是可以 一直這樣持續 持續下去到 長很大這樣 有看過嗎 沒有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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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有那種 過年回鄉下的那種感覺 對啊 有點是想看的 對啊 我們家是別墅耶 蛤 也沒到別墅嗎 怎麼樣 這就是妳房間嗎 對 很厲害吧 很厲害 我外面客廳掛了一個那個 牌 那個扁額 妳有看到嗎 這是我美髮移籍的扁額耶 妳們知道考美髮移籍有多難嗎 那妳成績這樣很好 那妳會按摩頭嗎 會 我按摩頭超舒服 我隨便按一下 真的假的啦 妳就會覺得很舒服 哇 好期待喔 好羨慕喔 就是 就是妳知道嗎 要按 按了就會知道 我是真的會按摩的人 真的 所以妳們有教這個 我們會 就是妳去做美髮的時候 他會教妳怎麼按 因為妳每一個客人 妳都要按 可是現在台北可能很少會按 對 現在很少 現在都不按 對啊 好舒服喔 妳不要 妳看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洗頭髮也會有按摩 然後就是妳看這樣 隨便按都很爽 她怎麼還洗頭 我有吧 我覺得妳阿嬤還是 滿驕傲妳的 對啊 剛剛跟我們分享說 她說 她小時候兩歲的時候 就是在教妳唱歌 然後妳跟她說長大要去當歌手 當歌手 然後她現在真的當了 她很開心 現在達成了 我還是覺得 剛剛那麼聽那段很感動耶 因為我阿嬤就從小就照顧我 因為我兩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對 她是兩歲開始 然後我就開始都給我阿嬤顧 然後就算是 就是都是她在照顧我們的 雖然說就是 所以她其實算是妳的媽媽的角色嗎 對 有那感覺 所以其實我母親姐都會 就是還是會包紅包給她這樣 所以她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現在的我會想要跟 十八十九歲的我說些什麼嗎 應該是就是會 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吧 想哭了 就是 因為很辛苦 然後就是 就是高中時期 就是也有經歷不好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去刺情 就是提醒自己可以 希望自己勇敢一點 然後就是 我會希望告訴自己就是不要害怕 就是勇敢 就往前走就對了